因為今天調解對方沒有,那他們請律師 那律師一開始就指控我們昨天媒體上有一些報導不實 認為我們提供不實的東西 那我當場就把所有的證據拿出來給那些調解委員 表示我們昨天提供給媒體的都是真切的 包括一些LINE的對話、包括一些照片 事實上照片我們還沒有提供給媒體 因為那些照片好像不適合在媒體上揭露 那他也認為說他們有來談 但是我們都沒有,我說我們給他很多時間 他說既然媒體都出來了,為什麼還要調解 把事情都搞那麼大,為什麼要調解 沒有反觀的意義 那事實上我們申請調解是在元宵期 就申請了,到現在已經很久了 而且從1月底發生到現在3月底 兩個月時間我們提出我們的訴求以後 他們都沒有來回應 他每次我們給他機會來跟我女兒談 來做不到半小時就要走 也沒有任何表示沒有那個 那這樣子不是他 我們要的是他們明確的訓練 那當然在調解會的立場 他們希望說勸何不勸禮 那我剛剛也提出一些證據 讓他們知道,讓他們看說 如果是你們,你覺得 這樣子有可能再繼續這個婚姻嗎? 因為不單純只是一個外遇事件而已 除了外遇事件還有其他很多他個人私得的問題 那都沒有辦法讓任何一個人 我相信這個人都沒有辦法接受這種會議 繼續走下去 所以我們今天既然調解是這樣子 然後對方也開出一個很可笑的數字 他們開20萬 很可笑的數字 那沒有關係 那20萬是什麼意思? 就是賠償還是服務 就是所有都是20萬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就民事行事 我們一起提告 那就讓法律,讓司法來處理這件事情 各個平面媒體或者是 這個主流的媒體都有報導 鄭先生他們去投訴的一些內容 那那些內容有非常多與事實不同的地方 那而且當事人考慮到今天如果再出席 會刺激到對方 那不要造成額外的對立 所以今天才會委任我們來代替他 來了解一下狀況 那會中的一些情緒性發言 我想就不需要再多引述 那最多就是跟你們報告一下 最後的調解結果 因為這個金額差距過大 而沒有成立 但是當事人今天可以確定的一點 就是雙方都承認 婚姻的小兩口 私底下都還有在協商 我們張先生也有去找對方去談 很誠意的去談這些事情 但是只是因為金額沒有去談到 對方的那個800萬怎麼處理 所以才會 鄭先生他們沒有辦法諒解這一點 所以特地來我們這邊調解 所以不服的事實是包括他說的呼麻 然後外遇還有散播那個私密照的部分 對因為現場這邊他們今天有一些截圖啦 一些傳訊的截圖 那上面看起來並沒有他們講的那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認為可能是對方在種種的一些婚姻不滿 或者是說調解過程中沒有辦法成立 導致於雙方這個更加的 沒有辦法理性的處理這些事情 然後渲染啊 渲染的成分會比較大 那就會不會再次春天 對方說的是 其實反正會是很不一樣的 但我們可以看到